下身瘫痪的男人为了一己私欲 竟然将自己的妻子给绑在了床上 原来曾经的汤姆是一名救护人员 可没想到在一次的出勤任务中 救护车突然被一辆大货车撞倒 虽然保住了小秘 但是却造成了他的下身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 好在汤姆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妻子 每天都在照顾着他的起居 可到了晚上交作业的时候 汤姆却始终力不从心 就算用上伟哥加牛奶也都毫无作用 长时间得不到满足 他的心理就慢慢开始了扭曲 看到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前去上班 汤姆就怀疑他在外面找了其他的男人 于是他就在妻子的手机里安装了黑客软件 以便随时都能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这天汤姆在洗澡的时候忘了关闭电脑 恰巧被下班回家的妻子给发现了他监视自己的事情 终于受不了的女人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等到汤姆洗完澡出来后 发现妻子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看着打开的电脑 汤姆也明白了妻子离开的原因 就这样 男人瞬间又成了无依无靠的单身狗 好在靠着救济精他还能勉强地生活下去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半年之后 在多方打听中他终于得知了妻子的位置 可没想到的是 现在的他竟然和自己的好兄弟走到了一起 当时就是因为他开车走神才导致意外的发生 想到这的杰克顿时火冒三丈 他来到医院买了几瓶麻药 然后又在58同城找了一个宝蝶 将自己的房间给打扫一下 在准备好了一切后 汤姆就主动找到妻子 并说家里还有一些他的东西 成功地将女人给骗到了屋内 直接利用麻药打进了他的屁股 等到女人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床上 他想要大声呼喊 可奈何两个嘴都已经被堵住 这时听到想动的汤姆也打过来 他拿出女人的手机 给他的情人发去了分手短信 随后就将手机给扔进了盒中 紧接着汤姆又拿出一管神秘的液体 直接注入了女人的身体里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竟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没有了知觉 为了将自己的妻子留在身边 男人就给他注射了一针神秘的液体 等到女人醒来后 竟发现自己双腿已经不能动了 虽然只是暂时的 但现在的他也和汤姆一样 成为了下肢瘫痪的人 从那以后 汤姆就将妻子给囚禁在了家里 为了庆祝这一刻的到来 汤姆还开了一瓶香槟 女人表面上假装顺从 其实是为了找准时机 在打伤了汤姆后 女人就一边爬行一边拼命地呼救 很快麻醉剂就起了作用 就在女人晕过去的时候 屋外的门铃却突然响起 汤姆打开房门 却发现是对面邻居家的老头 他说自己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 并闯进屋内准备查看情况 在将老头给捅死后 汤姆就花钱从网上找来了黑道人员 成功处理了老头的尸体 可没想到就在第二天 警察却找上了门 原来在得知了女友的失踪后 好兄弟就怀疑到了汤姆的身上 而在看到他是个下半身瘫痪的残疾人时 警方并不相信汤姆有作案的嫌疑 于是简单地做个笔录就选择了离开 虽然警方没有怀疑自己 但好兄弟的存在是一个安全隐患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将他解决 汤姆从妻子的包里拿出了钥匙 然后悄悄潜入了好兄弟的家里 趁着对方不注意 直接一针打在了他的腰子上 紧接着再利用一种特殊药剂 将好兄弟伪装成自杀的假象 在处理完这一切后 汤姆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照顾妻子 甚至还拿出戒指重新向他求婚 为了稳定对方的情绪 女人只好假装答应了下来 随后他来到卫生间 悄悄地将一个指甲刀藏进了衣服里 等到汤姆外出的时候 再利用指甲刀割断了身上的绳索 可女人刚跑到屋外 就看到汤姆已经回来了 无奈的女人准备走楼梯 而汤姆也在身后颈椎不舍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向下爬去 很快伸强体壮的汤姆就追了上来 故事的最后 女人在医生的治疗下成功康复 而从楼上摔下来的汤姆也没有死 只是变成了一个全身瘫痪的残废 因此女人又成为了她的监护人 看来在今后的日子里 汤姆将要在生不如死的生活中度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